城楼做法场,朱元璋要斩人了 看热闹,向来是广大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遣活动 这些朴实的百姓远远的向城楼望去 只见替天行道整肃军纪八个大字之下 一排官行的VIP卡座端坐着士绅财主们 自从朱元璋进入精灵后 这些大佬们一直活在异军的恐怖之中 今天被朱元璋的部下强行拉过来看直播砍头 即使被安排在贵宾席 但从表情看得出来 他们丝毫感受不到VIP的乐趣 烈日当头,三军将士到齐 伴随着一通战鼓 五个刽子手,五把砍头刀已经就位 主咖朱元璋就开始宣讲本次活动的目的 说完,以朱元璋为首的五位刑犯 依次被押入场 按照流程,宣行官依次宣读他们的出身履历功劳罪行 这五人个个是朱元璋的一子一职 自幼从军经历大小战役不下数十次 杀敌无数,大小战功卓助 可同时他们也居功自傲 以朱勇为例 进城以后八人妻女欺压百姓 并失手打死一饭馆老板 如此罪行,按律当斩 大家们都听到了 这五个人都是自幼从军 都是战场上的英雄 都是咱怀西的子弟 都是咱朱元璋身上的骨肉心肝 给他们一进了城 立刻就神魂颠倒了 居功自傲啊 祸害百姓啊 目无君记 人一放松 结果害了百姓 也害了自个儿 今儿咱们把他们给砍了 是砍了朱元璋身上的一块肉 是砍了义军的毛病 不砍不行了 再不砍 义军的毛病会越来越大 整个义军都将被捧毂害了 说完手一挥 开斩 可刽子手举起刀之后啊 却挥不下去 朱勇临行毁物 带头跳下城墙 坠落而亡 随后其余四人也跟着跳了下去 五具尸体横在城墙脚下 这波高空泡物 把百姓震撼到了 他们看到了朱元璋的义军 是义字当头 是天底下最仁义的义军 城楼上 常玉春汤和徐达一脸痛惜 作为朱元璋打天下的核心人物 他们的灵魂也被注入了铁的纪律 李善长呢 目光深邃 他为朱元璋铁外反腐的决心而震撼 更为他壮士断腕的行为而折服 只见朱元璋啊 眼里擒着泪 而心里正承受着巨大的伤痛 人最大的敌人 永远不在外头 而是在自个儿的心里 大多数人很难自发的意识到自己的毛病 更不用说去当众暴露自己的毛病 而能当众改正自己毛病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因为啊 不断的自我革命 从来是一个人最难完成的跨越 当朱元璋的目光 从苍穹望向人群时 人群里呢 也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那是刘伯温的慧眼 这次他看到了精灵城上 那股王者之气 这个啊 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并且欢迎来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过到19的动力